泡澡使用充电手机 少女触电身亡 一名14岁女孩的泡澡时光 落得悲剧收场 全都是因为水与电的致命组合 所引发的意外 Madison Cole在7月9日准备洗澡时 决定带着手机充电 她在墙上接了一条延长线 再把延长线的插座 放在毛巾上保持干燥 这个青少女在浴室里滑手机 泡了大约一小时后 家人提醒她该出来了 过了20分钟 Cole还是没有出来 看来她还在浴缸里的时候 悟出了延长线电线磨损的部分 才遭到电击 当她的家人撞开浴室的门 只见她已经失去意识 手上还有烫伤痕迹 他们试图为她急救 可惜为时已晚 这个女孩死前才在浴缸里拍下 并分享她的充电线装置 她的家人在悲痛之余 决定公布这张照片 希望能说明在浴缸里使用手机的危险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今��栏目